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评一下 近期的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重点时事经文 最近中国的教育部披露了这样的一条 让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数字 说近九成的数访的少年儿童表示 相信自己未来15年会有更多的更好的成长机会 这则报道来自中国的官媒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也是有中国共青团背景的这么一份 被中共列为群团组织用来进行统战的 这么一份非常典型的报纸 我认为这个报道是严重失实的 因为接近九成的话说明 至少还有一成的中国青少年认为自己未来15年的相关的发展的未来的话 并不是那么的乐观 那中国青年报对此并没有过多的给予一个聚焦 也就是说那将近两成的这么青少年的话 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 中国的官媒呢 就对此呢就只字不提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即使啊有至少的一成的这个人呢 对自己的未来很悲观 但是这么好的一个统计数字啊 看上去如此光鲜亮丽 又在中国大陆有几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个 看上去给共产党胡之磨粉的这么一种宣传呢 另外 中国的这个官方啊 把2020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这也说明呢 这个政党啊 把2020年的很多党看上去本来不相干的 恰恰是在2020年达成的一些这个数字呢 认为是中共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种表态 这也其实说明呢 中共呢 其实并没有多少业绩可以对外进行宣告 而只是打肿着脸去冲胖子 在中国新年报这篇文章当中 他采访了一个初中二年级的王淑涵这个寄宿生 那么他呢当时在学校里边 他就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 他就表示 那么学校给我们每个宿舍啊 这个教室里边都安装了电视机 安装电视机呢本来是让他们接触外界的信息 让他们开阔一下眼界 这看上去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悲哀的是中共啊 把这些电视机上用这个良好的工具 却要宣传他的意识形态 天天给这些青少年播放新闻联播 所以说一个再好的一个国家 一个经济再发达的这样一个经济体 如果说他的高科技被这样的一个政党给玩坏了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混乱呢 那么另外最近的中国的新华社还说北方的一个省的这个乡镇的干部 他呢一周之内要面对成立的六个工作专班的这么一种提扰 什么意思呢 这个工作专班指的就是上级给他们安排了很多很多各样的任务 然后呢这些乡镇干部啊没有办法去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上级的话通过成立这个工作专班 变相的来增加基层干部的资料 也就是说这些基层干部呢 其实他们整天呢 就是围绕着这个写作 围绕着给上级写汇报 各种各样的评比验收 他们只能够疲于应付这些东西 一个象征干部的头上 顶着六个工作专班 他还有什么样的功夫和时间 再去深入到基层群众 真正的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呢 另外中国的新华社呢 最近以沐浴真理之光汇聚复兴伟力为题呢 专门的报道了中共呢 在中国大陆推行这个 十九代以来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工程的一个纪实 这篇纪实报道里边呢 我们首先看中的标题说的是 真理之光复兴伟力 这个真理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中共呢自诩为呢 马克思主义呢 在中国的这个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思想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真的是真理的话 那何须整天需要自己去自吹自雷呢 老百姓给你封一个真理的这个帽子 或者说给你竖一块真理的帽 这样的话 岂不是最有说服力吗 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共 失去了一切真理的力量 整天往自己的头上扣真理的帽子 这样的政党 何有真理之言呢 在新华社这篇报道当中 还特别透露了西思想的 这个学习纲要的发行量 在中国已经超过了七千一百万册 什么概念 中国的几乎的这个共产党员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部的数字的话 那么这个党员的数量是接近九千多万 也就是说几乎人手一百 先不说这个数字是真是假 单单就说明啊 七千多万册 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学习读本 印刷会需要花钱吗 这些钱是哪来的呢 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说这其实就是在2021年初 中共浪费民智民高的一个最新的实力 中共的思想其实到现在已经山穷水尽 它没有办法只能抬出习思想来 继续的给老百姓画一个大笔 所以说现在来讲啊 有的人说2021年中共熬不过去 我看这样的一个迹象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中共呢即使能熬过2021年 也会非常狼狈的迎来它新的一个历史节点 那就是说中共呢 现在在国内的这个统治危机越来越加剧 在2020年中共大家还记得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吗 这恰恰就说明中共现在已经是钱驴继穷四面楚歌 另外中共的内部究竟还有几个人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研究所谓的成果呢 那些大学教授无非就是坐在自己的教研室里边 然后呢为了自己谋一个职称 有一个饭碗 为了及时的把他们的儿女送到欧美国家去留学 最后呢在那个地方申请定居 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盘算罢了 所以说中共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 其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叛徒 好的今天的新闻评点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